每天10分鐘 全球資訊在其中 歡迎收看今日快訊 大家好 我是Rick 國際新聞方面 馬達加斯加內政部7日說 強烈熱帶氣旋巴齊雷日前襲擊馬達加斯加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近7萬人被迫轉移 馬達加斯加內政部風險和災害管理辦公室7日發布消息說 巴齊雷5日至6日至東向西過境馬達加斯加 所到之處狂風大作 暴雨成災 截至目前造成20人死亡 另有大量房屋被毀 道路橋樑中斷 近7萬人被迫轉移 馬達加斯加位於西印度洋海域 是熱帶風暴多發區 每年12月至翌年3月是該國颶風季節 據《太陽報》報導 英國兩歲小男同優醫 在去年平安夜被發現全身癱瘓 呼吸急速 強大力喘氣 緊急送院後 醫療團隊在優醫的食道內發現一顆扭扣電池 正是這顆電池導致他的血液變酸性 將而無法迎結 並將心臟燒出一個洞 即使幸運救活 餘生都要靠儀器維持生命 這個殘酷的事實令優醫的父母忍痛放棄急救 他們因此都決定發起請願 希望能夠修改法例禁止扭扣電池的使用 不想再令其他家庭經歷他們的創傷 據美國國會三部消息 從下週開始 美國加州接種過新冠疫苗的人 將不需要再在室內佩戴口罩 加州州長柳森當地時間7日在推特宣布 加州將於2月15日結束 全州範圍內的室內口罩強制令 並補充說 未接種疫苗的人仍需要在室內佩戴口罩 加州還將會同時取消對客人在探訪療養院和醫院之前 必須進行病毒檢測情陰性的要求 與此同時 加州政府官員還宣布 超過1,000人的室內大型活動 必須要求參加者接種疫苗或進行陰性檢測 未接種疫苗的人將被要求佩戴口罩 新加坡新冠疫情持續嚴峻 國防部長王永宏今日證實驗疫 是當地第一位確診的內閣部長 王永宏在社交網站發文指 今天是她確診的第五天 確診當日照常運動 並召開幾場視像會議 直到傍晚才覺得喉嚨不適 其後再出現發燒、頭痛和肌肉疼痛等輕微症狀 王永宏說 遵照衛生部的醫療科案在家辦公 今日抗原快速檢測依舊情陽性 但第二條線明顯轉淡身體亦有改善 新加坡過去一天新增7,800多宗確診個案 三人死亡 印度與巴基斯坦因赫什米爾主權歸屬問題爭議不斷 但近日有眼睛的印度網友發現 巴基斯坦·肯德基於5日 赫什米爾團記日當日 在推特發布疑似支持赫什米爾人的推文 此舉引起印度網友不滿 令肯德基成為繼現代汽車後 第二個因觸及赫什米爾爭議遭到印度抵制的外國品牌 該文一出引起印度網友群起抵制 並在網絡上標記杯葛肯德基的標籤 台灣最快本月下旬 放寬管制近11年的日本福島核災地區的食品進口 國民黨批評是網古民意和程序正義 日本311大地震後 台灣禁止福島、千葉縣等地食品進口已近11年 行政院稱過去10年來針對日本食品進行輻射檢驗 18萬件全部合格 預告即將解禁 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時 需提供輻射檢驗和產地證明 不過顧慮綠油菜和野生鳥獸肉類仍然不能輸入 當局會逐批檢查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當地時間星期一 在朝鮮專題網站Beyond Parallel 上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朝鮮位於池江道、和平郡、繪中旅的導彈基地 為部署周制彈道導彈部隊所見 韓聯社引述報告稱 繪中旅基地面積為6平方公里左右 位於韓朝非軍事區以北383公里 距離中國邊境僅25公里 距領底裏導彈基地15公里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根據港回報道 將近800棟大廈有確診者 當局針對重災區大廈為風強檢 香港新增確診已連續兩日破600宗 專家警告兩星期後可能每日破萬宗 特首林鄭月娥重申 動態清零政策不變 亦列出兩年來最嚴厲的防疫措施 這幾日香港新增確診數週末300多宗 到了星期一直接衝破600宗 比前一日翻倍 星期二境外加本土共625宗 大部分亦都是本土病例 我是Vivian 家閣新聞 首都阿泰華跨境貨車司機抗議政府 強制接種疫苗的示威踏入第11日 總理杜魯多在下議院緊急辯論中表示 示威活動應該停止 因為這種抗議活動不是度過難關的方法 杜魯多表示 阿泰華的居民不應該持續在社區受到滋擾 不應該因為戴口罩而受到侮辱和嘲笑 他批評示威者的抗議方式 表示全國現時應該共同應對疫情大落行 但小部分人叫囂及輝母納粹旗子的做法 不配做加拿大人 他指出疫情限制措施只是暫時性 卑斯省兩個兒時朋友 長大後成為黑幫販毒頭目 早前同在澳洲被定罪 分別判監17年及14年 兩人一起從事犯罪活動15年 建立的足跡變及全球多個國家的販毒組織 經深入調查後 澳洲警方倒破一個數以百萬計的 國際可卡因走私組織 並拘捕了新興的販毒頭目黎雲孝 他的得力助手何巴利和其他攝望人士 蘭里一個大型倉庫昨天傍晚發生大火 倉庫內有幾架貨車和憂慮車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倉庫位於264階近58 Avenue 30名消防員參與了灌購 花了90分鐘控制火勢 消防初步調查發現 倉庫建築物沒有消防警報和灑水系統 現階段不知道起火原因 根據一份最新的報告 多倫多幾十年來首次擊敗溫哥華 成為加拿大最昂貴的房地產市場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最新報告顯示 多倫多MLS房價指數為126萬元 而一月份溫哥華的房屋基準價格為125萬5千元 皇家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霍格表示 多倫多的房屋基準價格在過去五個月飆升 僅僅今年一月就上升了4.3% 超過5萬元 溫哥華的房價都在上升 只是速度不如多倫多快 他預計由於按揭利率會上升 房市會在今年晚點時降溫 有消息透露稱 安省政府正在考慮取消安省汽車的車牌貼紙 雖然這個計劃目前還未有敲定 但如果真的頒布 駕駛者每年可以折省120元 據消息人士指出 屆時乘用車、輕型商用車、皮卡車及摩托車的車牌貼紙 都會被取消 同時取消車牌貼紙的做法 將會讓政府每年在收入方面減少10億元 安省政府還計劃給已更新車牌貼紙的車主退款 目前可申請退款者的標準還未有最終確定 預計省府會在未來幾週宣布這個消息 高火車發現人表示 星期二上午11.10分左右接到報案清 一趟向北行駛的高火車 在King City高火車站點以北的位置撞上一名行人 當時這趟車上有32名乘客 約客區警方隨後證實 這名行人在Kill Street與King Road西北方向的一座橋下被撞 頭部受傷當場被宣告失望 Metrolink公司提醒民眾 因為事件影響Maple至Aurora區間的火車服務 將會改為高Bus公車 服務時間都會因此受到影響 很可能會出現延誤 灰省省長勒葛今日表示 最早中會在本週六取消一些疫情限制 包括對餐館、酒吧和私人家庭聚會的限制 不過配戴口罩的規定及疫苗護照則繼續有效 勒葛表示過去三個星期 灰省住院人數從3400人下降至2400人 他說雖然可能出現第六波疫情 但我們需要學會與病毒共存 到2月21日灰省所有商店都會以100%的容量開放 灰省預計於3月14日取消所有公共衛生限制 灰北克導演維倫紐亞 執到的作品《沙憂》獲得本屆奧斯卡10項提名 不過他本人未獲得最佳導演提名 沙憂獲得的獎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剪輯、攝影、改編劇本 原創音樂、服裝、化妝、視覺效果等 出生於灰省的維倫紐亞 同時是沙憂影片的聯合製片人 他曾於2016年憑借《Arrival》一片 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 沙憂是本屆奧斯卡獲提名第二多的影片 獲得提名最多的是新西蘭導演肯皮恩的作品《狗的力量》 找本地熱點新聞資訊 商家超市打字訊息 快點下載北美眉頭條APP 北美眉頭條 加拿大第一資訊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今日確診2092例 新增疫亡人數42人 省內新冠感染者主要人數達到2254人 入住ICU人數為474人 在新增個案當中 多倫多328例 皮爾區198例 越克區130例 阿泰華152例 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看未來兩天的天氣情況 多倫多明天多雲夾中雨 溫度為1-3度 後日多雲溫度為-2度-3度 溫哥華方面 明天多雲溫度為5-8度 後日多雲有鎮雨溫度為3-8度 油價方面 大多倫多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明天中會下調一線 普通急汽油為每公升158.9 而大溫哥華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明天中會保持不變 普通急汽油為每公升166.9 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快訊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會 下一個晚點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